週六週日,節目最適合看 我選有線財經資訊台 《風子海》既是中國漫畫的先驅 亦是文學、書法、教育、音樂藝術家 喜愛以體量包容的不足 描繪尋常百姓家的點滴情味 擅長以小見大、用情入畫的《風子海》 就特別喜歡用小朋友做題材 表現對萬物關愛之情 在成年人的世界 搬桌搬椅是一種勞動,要講報酬 但在小朋友的世界 搬桌搬椅是一個遊戲 所以叫做無條件的勞動 他通過很多藝術家或畫家 不通的地方 他很強烈用一個兒童的角度 去看世界 這個不容易 你以一個成年人 能夠走入一個兒童的世界 所以他自己有說話 他是異統的宋敗者 身為導師的風子海 亦很緊張當時的教育模式 好像他這一幅 某種教育 遲至今日 仍然可以作為社會的借鏡 譬如說賭帽的教育 他當時已經看到 教學生各個都一模一樣 其實是騙殺了他們的創意 特別他是很用一個意義統 用學生的角度去看世界 他知道他們很喜歡 有一種探險 又很強的好機心 但在很多教育制度裏面 就枯實了他們 以前是這樣 但我們看回我們 就算今天 好像我們來香港 其實某個程度都是一樣 都走不出這件事 簡單的情景 在風子海的不下 除了諷刺時弊之外 還呈現到人情冷戀 內容到今時今日都力久不須 再見